今天偶然间看到一篇BBC的文章 说是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 实际上就是中国爱面子 这让我觉得多少非常意外 即使你BBC对中国不友好 想说中国是冤大头 至少也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吧 可你看看 BBC现在该是有多敷衍 连爱面子这种模棱两可 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其中含义的词汇 都被用来当作证据 难道BBC的记者已经沦落到这种水平了吗 好吧 今天我无意去探讨BBC的问题 至少这家媒体是什么样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那今天猫眼就跟您聊聊 中国为什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还要大量的去援助非洲国家 别笑 咱们还真的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当然 以前有种说法是 中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 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非洲的黑人兄弟 可以说中国是被非洲国家给抬进联合国的 虽然这种说法不是太恰当 但事实上 非洲国家的投票在当时的占比的确是最高的 况且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名号 可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所以也就有这种说法 中国为了感谢这些非洲兄弟 所以才会这么多年的给予非洲国家很多的援助 从道义上来说 各个国家就如同我们一个个家庭过日子一样 谁帮了咱 咱就有能力的话 也要尽量的去帮一把对方 这是人之常情嘛 但是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冤大头 显然就是有想当然的异断了 汉斯·约阿西姆是权力政治学派的创始人 他的主张就说对外援助作为援助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国家私利那是天经地义的 这是现实国际关系的基础 所以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实际上也是以利益为基石的 然后其中也掺杂入道义的情分 但熟中熟经 中国自然是拿起的很有分寸的 来咱们先来看这张图 中国对非洲的无偿援助占36% 无锡贷款占8% 优惠贷款占56% 所以中国可真不是全面的无偿 而且这些援助都是有其内在意义的 比如无偿援助 可不是给你建商场的 让你消费让你享受的 而是先修路修医院修学校 这些迫切的民生问题 做这些的意义在于 在非洲地区树立一个良好的口碑和形象 然后再获取其他商业利益的时候 也会减少非常多的阻力 再说占比最大的优惠贷款 这种优惠可是相对的 比如肯尼亚的蒙巴萨 到内罗币的蒙利铁路 总投资额有38亿美元 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32.33亿的贷款 其中有16亿美元的贷款为优惠贷款 但是即使是这种优惠贷款的利息 也都比国际基准利率都要高出3.6% 更不要说基本都没啥收益的美国国债了 相对于这些来说 中国的优惠贷款可是实实在的有钱赚呢 当然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深知 直接给钱是越给越穷 所以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我们还拿这个肯尼亚的蒙利铁路为例 肯尼亚从中国进出口银行拿到贷款之后 把工程承包给中国的路桥公司 中国路桥公司拿着工程款到国内去采购各种各样的机械设备 工程材料 资金绕了一圈 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国 国内的工程企业有了订单 过剩的工程材料可以出口 而肯尼亚方面虽然背了一些贷款 但是得到了一条现代化的铁路 提高了物流速度 降低了成本 自己的经济 这样不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了吗 所以说这是互惠互利的做法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世界这么大 为什么中国独独对非洲的援助最多呢 因为这里能够让中国的利益最大化 这跟地缘政治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都还要去帮一些所谓的兄弟国家 后来却证明只是养了白尔郎 具体是哪两个国家 请自行脑补 看看世界形势 东南亚国家固然没有那么富裕 但却承接了一部分中国制造业的外溢 而且这里就出现过白尔郎 所以援助的重心也不会在这里 拉丁美洲也有很多贫困的地方 但这里是漂亮国的后花园 咱也不好去抢人家的风筒 是不是 再看看中东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火药筒 稍微有点火星就可能会爆 所以还是远离的好 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呢 也普遍过得不太好 但是这里实在是没啥存在感 印度三哥那边呢 虽然也不富裕 可是人家觉得咱们同的叮当响 那就算了 而唯独非洲那边没啥大事 而且跟中国有着极强的互部性 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矿石和石油资源 看看全世界的资源格局 中东是有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都是中国所不能左右的 而唯独非洲国家没有这许多的问题 在新西兰买块地养牛 人家会说你威胁它环境 在墨西哥买块地种大豆 邻居漂亮国说 你这是新殖民主义 威胁它安全 而在非洲就没有这么多事 与他们打交道更干脆些 不会过多的受国际关系的支援 我们帮助其发展经济 其回报给我们资源和市场 互惠互利皆大欢喜 另一方面 中国作为常年的贸易顺差国 自然外汇也是越积越多 但是外汇多可并不意味着就是好事 咱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 中国大部分的外汇都去买了美国国债 可也总不能都去买国债吧 那收益率真的是惨不忍睹 那就只剩下个安全了 所以外汇除了应付日常的国际结算之外 最好的去处就是投资 而根据上面的世界格局 非洲又是跟中国互补性最好的地区 所以肯定是有劲往这里使了 可能有人会说 咱们国内还有贫困 咋还去援助非洲 给咱自己人花的不香吗 其实这是对外汇概念的还没搞明白 举个例子 你开了家外贸公司 今年效益不错 从漂亮国挣了1000万美元的外汇 到中国的时候 你去外汇局 要把这1000万美元换成人民币 才能在国内花 但这1000万美元的外汇 却留存在了外汇局 这1000万美元 只能用于国际贸易和投资了 所以外汇可是不能在国内直接花的 给非洲兄弟一部分道义上的支持 一部分利用市场机制 互相取长补短 互利共赢 这样其实挺好 那您对于中国援助非洲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说说您的看法 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呗 感谢观众们二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众们二的频道